阳光明媚的一天又开始了 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火炉 今天我兄弟他们几个回来 回他们合作事来 要干活 然后我过来给他们烧烧屋 给他们驾着火 现在给他们驾着火 因为这个房子一冬天都没烧火了 冰冷的房子 回来以后在屋里待不了人 还不给他烧火现在 好了 身上炉火了 拿点冻锅 这块农村冬天的冻锅 它就肉了 一些吃的东西 都放到院里这个大缸里边 我这大缸里就是天然大冰箱里边 冻上它就行了 啥时候吃啥 啥这个缸人来拿来 这一袋是排骨 再拿几个玉米 还有冻的 冻的鲜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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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盆一扣 今天还是挺冷的 今天正好我那几个兄弟他们回来 回他们合作事要干活 然后中午呢准备几个小菜 然后咱们刚才求的那个排骨 还有玉米啥的 要做一个东北围食 应该说是东北农村围食 大丰收 这个菜名叫大丰收 我们呢在这个祖国的最北方 一个边境小山村里 在这预祝咱们这个祖国的 这个冬奥贱儿们 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能够收获满满大丰收 那我兄弟他们回来了 进屋去看看 看看他们在干啥呢 这屋烧不烧热乎呢不知道 这屋烧挺暖的 挺热乎的 咋得开始工作了吧这是 我去一兄弟多人干 回来就知道收拾乌看了吧 赶紧赶紧很轻 萝瓜豆角土豆已经准备好 玉米排骨已经准备好 然后现在整点豆角 然后土豆 还有萝瓜 萝瓜就是南瓜吧 是吧应该是 南方叫南瓜 咱们东北叫萝瓜 是不是一个品种 我感觉应该是 反正他们说的那个南瓜 跟南瓜也没区别的 对 都是面子 差不多是吧 就是有个大有小的 但是可能是 品种不一样 土豆给它掰块 掰成块 好 牛鱼烧开 开骨下锅 走起 这大起烤的那个开骨 好炒差不多了 然后土豆豆酱下锅的开炒 炒一会儿开始开炖 好 加水开炖 好 开始下入煲米和玉米 煲米和玉米了 那什么那个萝瓜和玉米啊 下入萝瓜玉米 这样木柴火闷闷叫啊 火之旺 这一锅 地道的东北特色菜 东北农村特色菜 下来下来 大风收 上菜了 这个大风收好了吧 大风收好了 出锅 大风收煮菜 大风收 这一大锅大风收 这一大锅大风收 咱们分享这一道美食 给咱们的那个 运动健将们 要预议他们能够 丰收满满 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啊 哎呀 这一小桌菜 还行吧 来吧 上桌子 不来了 出锅了吗 阿姨可以出锅了 阿姨回去了 levar 来 乒乡 来 过去esp B 过去摊手之间 来 first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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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喝 不喝就行了 这不是没整管啊 整管呗 哎 这个玉米一炖 在大方煮里一炖 入这个排骨的味道非常不错的 好了 朋友们 在此 祝愿咱们那个 运动家儿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啊 都能丰收满满 收获满满 好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啊 下期见朋友们再见